我昨天晚上把燃东给看了 算真的蛮颠的 但是给我想象中的也要好看一点点 周冬宇以前是花样滑冰的运动员 小受伤之后就退役了 然后就跑到延吉区做了一个小导游 刘浩然呢是在上海工作的一个金融男 事业很有成 但是有抑郁症 会随地大小哭 徐楚肖呢在小姨的餐馆里面 帮忙炒菜做厨师 是周冬宇的田狗 故事开始的时候我就受到了一个视觉震撼 刘浩然留胡子了 留了胡子的刘浩然 还是刘浩然吗 那跟离开了水的鱼有什么区别 刘浩然去延吉参加婚礼 就顺便抱了一个当地的一日游的那个团 周冬宇是导游 当天的行程快结束的时候 刘浩然发现他自己手机不见了 怎么找也没找到 周冬宇就说你晚上要吃饭吗 我看你手机丢了 很可怜 就说要请他吃饭 那其实是他白天的时候就已经看上刘浩然了 而且 当天晚上去楚霄 约他吃饭可能是要表白 他就想又撩刘浩然 又用刘浩然去档去楚霄 一键送掉 刘浩然就真的跟着周冬宇 去跟楚霄吃饭了 他们三个吃完饭喝了点酒 他就只能在舞池里面这样摇起来了 可能觉得不尽兴吧 三个人又回到了周冬宇的家里面去续谈 楚霄就说 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都没来过你家 周冬宇就有韩语跟他讲说 他因为你不够特别啊 这时候 须楚霄 田偶属性大爆发 他不止没有生气 他拿了把吉他 给周冬宇弹唱 还把周冬宇唱哭了 当天晚上 他们喝了很多酒 然后三个人就都睡在了周冬宇的家里 那天早上起来 刘浩然惊醒 说要去赶飞机 但是 他的行李在酒店里面还没有收拾 须楚霄跟周霄就说 你现在去也来不及啊 你干脆就留下来 晚两天 刘浩然就答应了 怎么会 有人第二天早班机 前一天还喝酒喝那么多 还不收行李的 这事件 果然是一人统治的世界 但凡刘浩然有规划一点 这个故事都得原地结束 去楚霄 就用他的小摩托车 带着刘浩然跟周冬宇出去玩 那小摩托车 真的很挤 就去时要在前面开 周冬宇坐中间 然后刘浩然坐后面 他们三个真的挤得像一个三明治一样 人和人之间真的是没有什么边界感 完了一天之后呢 晚上刘浩然就跟周冬宇自己回了家 就在激情时刻 刘浩然摸到了周冬宇脚上的那个伤疤 我就回头看了一眼 周冬宇碰的就坐起来 激情戏家人而至 周冬宇很介意 然后刘浩然就说 对不起 但周姐选择不原谅 一直戚到半夜 到半夜 周冬突然开始讲 他脚上这个伤疤的来历 说是18岁的时候 任性弄的 还好刘浩然没有睡着 要不然你这一段得多尴尬呢 激情戏就这么适上了 第二天早上 有人敲周冬宇家的门 周冬宇说可能是外卖 让刘浩然去看门 一开 门外站的是居主校 居主校看到刘浩然愣了一下 下一秒他就说 今天我在带你去溜达溜达 你不舔狗谁舔狗 别男人都睡到你喜欢的姑娘家里了 你还能这么面部改色 你还能面露笑容 带人家出去玩 你牛 他们又出去玩了一天 晚上的时候呢 刘浩然就带他们走进人家书店 术主校突然就说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 我们各自找一本书 偷出去 谁拿的书 最后谁就赢 三个人就在书店里面开始狂奔 我不懂这什么意思呢 把偷书当游戏 有那么好玩吗 我真的很想替电源报警 得让警察来管管你们这些神经病 最后没偷偿 居主校就在《不动女》的逼迫之下 把三本书都买了 AJ买下了一个伏笔 这个电影之后出现的所有花钱的场景 都是居主校在买单 花钱让别人谈恋爱 怎么能不算是吃鸡大舔狗呢 从书店出来他们就去夜店了 坐电梯的时候突然进来一群人 就把刘浩然跟周冬鱼挤到了一起 这个时候 镜头突然给了周冬鱼一个 邪魅的笑的表情 又给了刘浩然同款的邪魅的笑的表情 然后刘浩然就突然眼睛闭了起来 下巴微台 露出了一种享受的表情 我说你在干嘛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在电梯里面做这种事情 就公众场合 我要报警了 他们就到了夜店 周冬鱼跟祝祝宵 舞池里面蹦钉 刘浩然就一个人坐在卡座里面 玩冰桶里面的冰块 他就从那个冰桶里面拿出了一个冰块 就把那个冰块这样子 让那个冰块的水滴到他的脸上 他整个人就开始爆哭 在夜店开始爆哭 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在痛苦什么呀 刘浩然 我觉得导演对这种魔都金融男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魔都金融男可能会有抑郁症 但是绝对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爆哭 死装到底是魔都金融男的人生信条 当天他们蹦迪蹦到凌晨四点半 就决定就回各家 先睡一觉 下午去长白山 居住校就把这东西送回家 又把刘浩然送回酒店 居住校刚要走的时候 刘浩然就说别走 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把居住校带到了他的房间 这里鸡味有点重了 虽然他们在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我觉得刘浩然 肯定不能是个纯职人 起码是个爽吧 下午他们就开始居住校 咪小货车去长白山了 中途的时候就在一个餐馆里面吃饭 喝酒 就发生了著名的 用嘴传冰坏的冰场面 果然是口口相传 冰冰有理 我就说你们年轻人 不要喝那么多酒 看着你们三天 你们三天都在喝酒 酒喝多了 脑子容易瓦疼 容易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你看吧 第二天他们就去爬 结果快爬到天池的时候 警区工作人员说 起雾了 你们下来吧 他们三个就觉得很可惜 但是也没办法 就开始往回走 刘浩然就非常的不甘心 我就觉得他去天池 是不是去自杀的 后来往下走的时候 就故意支开了 朱鲁少跟周冬云说 我要去撒尿 走到离根悬崖边上 刚要往下跳的时候 就听到朱鲁少大喊周冬云的名字 刘浩然跑去看 他们遇到了一头熊 一般人遇到狗熊 一般人遇到狗熊都会想办法赶快离开安全的撤退 我们周姐不 我们周姐朝着狗熊就走过去了 我以为接下来会出现一段人与狗熊之间的这种什么脑电波感应心灵感应地一类的 没有 周姐走到狗熊面前 坐了下来 狗熊就凑近他 闻了闻他的头 就闻了闻他的脚 掉头走了 什么意思啊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 是不是周姐多少有点狡气 把熊熏走了 因为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啊 后来我看影评 说不是的 其实是熊亲吻了周冬云脚上的伤发 让周冬云之前一直不能释怀的这个事情 释怀了 有点那个熊是神灵化身的那个意思了 咱不懂啊 咱只知道咱们正常人啊 看到熊赶紧想办法安全彻理 不要像周姐一样靠近熊会变得不幸 从山上下来他们就 这三个人又都睡到了周冬云家里 但是这是不同啊 这次只有屈楚霄自己睡到沙发上面 刘浩然跟周冬云睡在床上 我看到这里真的是又再次受到了震撼 屈楚霄 你这都能忍 你也太爱那么甜了 屈楚霄早起来 可能也觉得自己实在太甜了吧 穿衣服就要走 这时候周冬云醒了 走到屈楚霄后面 从背后抱住了他 什么意思啊 他是觉得他要失去屈楚霄了 所以想用这个拥抱 让屈楚霄省生气 从而可以继续吊着他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点太表了吧 但是屈楚霄已经决定 不再继续做甜狗 所以他头也不回 离开了 不只离开了周冬云家 还骑着他的小摩托车 离开了延吉 刘浩然也回上海了 周冬云就给他妈 打了个电话 好几年没联系 说今年过年可能会回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结束得非常的突兀 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虽然这部电影 它有一个爱情的标签嘛 它其实不是一个爱情电影 周冬云跟刘浩然这种 只能算是露水行员 我其实能理解 这个导演想说什么 他其实就是想讲 青年人的痛苦跟迷茫 但是电影里面描绘着这种 只有酒精性天草的 年轻人的状态 是那个在路上的作者 凯鲁亚克笔下的 垮掉的那一代的 年轻人状态 它不是我们中国当下 这一代年轻人的现状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导演 对于现在中国年轻人 现状的误解 所以才会让这个片子 整个看起来非常的 悬浮不接地气 让人很难产生共情感 片子前面反反复复提到了 疫情之后生意不好做一类的 可能是想说 疫情对于年轻人状态的一个影响吧 但我想说的是 正是因为经历了 三年的疫情低谷期 每个人心里面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些心理疾病在 更需要更多的 更积极的能量 而不是丧这种情绪本身的呈现跟表达吧 对于现在的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